真没想到往玉米面里打入两个鸡蛋居然这么好吃 各个金黄酥脆,蓬松轩软 老人孩子都非常喜欢,做法其实很简单 盆中加入200克玉米面粉 倒入230毫升滚烫的开水烫面 搅拌至温热后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,加入200克普通面粉 蓬松的关键是加入3克,这个发面旺 用它就不需要提前发面了,先做现活就可以 这是升级版的益生菌酵母 配料表安全放心,发面速度非常快 平时发不好面底,可以试试它 搅拌成面絮,加入10克食用油 揉成一个光滑偏软的面团 盖上醒发两倍大,醒好的面里面全是蜂窝 放在面板上揉面排气,切成等分的小剂子 家人们,我每天都在分享一道零失败的美食 这个视频您喜欢的话,麻烦点个小红心 鼓励支持我一下,非常感谢 然后,搓成两边细中间粗的长条 接下来调个面糊水,一勺面粉,一勺淀粉 加入一碗清水搅匀备用 电饼当或者平底锅,提前刷油预热 放上做好的生胚,煎至底部微黄 倒入调好的面粉水,煎至面粉水收干就可以了 底部焦香酥脆,表皮蓬松暄软 这样做的玉米面锅贴,大人小孩都非常喜欢吃 美食自己做得更健康 喜欢记得点赞收藏起来哦